第21题 货柜厂废汽车厂常常需要强力的电池铁掉货柜及废汽车 下列何种方法无法增加电池铁的磁力 根据我们上课教的内容 电池铁的磁力大小会跟电流大小成正比 会跟扎速密度成正比 所以A增加通过电池铁的电流可以增加磁力 B增加电池铁线圈单位长座扎速也可以增加磁力 那么C选项是增加电池铁两端的电压 在相同条件之下 电压如果越大电流就会越大 就跟A一样 所以C也是可以的 珠增加电池铁线圈的电阻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时候 如果电阻变大了电流会变小 那么它的磁力就应该会减弱 所以珠是不会增加我们的磁力的 所以第21题问我们说 下列何种方法无法增加电池铁的磁力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 增加电池铁线圈的电阻